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重创全球经济 应对疫情 无论疫苗研发或病毒检测 都需要科研的支持 同样解决人类其他切身问题 亦取决于能否将大学的科研成果落地 转化成为及大众的产品或服务 我们一般将大学基础研究成果 商品化的这个过程 称之为知识转移 而知识转移是教学和研究之外 大学的第三使命 世界名校 好像麻省理工学院 或者史丹夫大学 不单只拥有出色的科学研究 在技术转移方面 亦全球领先 两者相互相成 互为补充 香港的大学 虽然在基础研究上 做得有声有色 但在科技的技术转移 和商品化过程中支援不足 不少有潜力的研究成果 仍然无法落地 令人远色 本港大学 在技术转移方面的不足 从知识产权收入 专利数量 以及运用大学科研成果而成的 衍生公司的数目 可见一斑 从知识产权收入来看 香港所有大学的收入 仅占其研发支出的0.26% 远低于其他海外院校的水平 各间大学 在2019年合计 知识产权收入 为1亿港元 尚不足牛津大学的七分一 另外 虽然在2019年 香港中文大学获批专利数 高居本地大学榜首 但仅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半 更只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约四分一 香港院校 在设立衍生公司方面的能力 亦远不如英国 截至2019年 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已各自衍生超过100家公司 超过本地所有院校的总和 为了针对技术转移的痛点 释放本港大学的科研优势和潜力 基金会提出以下七大建议 要推动技术转移 首先就要完善大学评审机制 在收集技术转移数据方面 和欧美地区相比 香港公开的数据并不全面 导致难以评定各大学 在技术转移上的表现 基金会建议 香港的大学资助委员会 访效英国的高等教育统计局 及知识转化评估框架 设立一个全面的数据库 收集和管理大学各方面的数据 建立平核大学技术转移的KPI 并根据大学在技术转移的表现 来分配其技术转移的资助金额 从而鼓励大学在教学 研究和技术转移三方面 均衡发展 除了完善评审机制 大学亦需要提高研究团队 在商品化过程中的积极性 香港对专利的分配方法交为保守 团队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大学所有 而部分欧美大学 则允许团队全权拥有 在研究成果商品化过程中 本港大学在专利许可收入的分配中 亦偏向大学一方 如果大学出资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专利 发明人只能够获得25%到50%的专利收入 而如果发明人出资申请专利 部分大学亦只分配专利收入的三分之一 给发明人 但一些欧美大学 则允许研发团队获得全部的收入 因此基金会建议 本地大学提供一个清晰 及有弹性的专利所有权 和专利许可收入政策 以提高研究团队的研发动力 为了进一步减轻初创公司 现金流压力 建议本港其他大学 参考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 或者访校美国史丹福大学 允许初创公司 以股权的认识 支付大学专利许可的费用 此外 本地大学对教授校外执业规限较紧 例如日就中只能有一天 可以外出工作 参考马省理工学院的例子 我们建议放宽教授校外执业的限制 例如 至少允许教授在周末 公众假期 及年假期间 从事和技术转移相关的校外工作 推进研发成果商品化 此外 现时大学的技术转移委员会 以及技术转移办公室人员的组成单一 成员主要是大学教授和职员 参照以色列和英国的经验 我们建议邀请更多专业人士 例如商界投资者等 加入技术转移委员会 同时吸纳来自业界和学界的人士 加入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 提供多元专业意见 以促进大学的技术转化和应用 同时 信应全球的技术转移联盟的发展趋势 我们建议成立一个本地大学技术转移联盟 不单只可以支援技术转移办公室的现有分工 还可以建立平台 以连接大学同业界 整合更多资源 推动大学研究商品化 除了加强大学的技术转移体系 针对现有的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 我们建议计划应分两个阶段推行 第一阶段 资助初创公司测试技术可行性 及圆形制作 第二阶段 便要求初创企业 获得私营界别的投资 或者与业界开展合作 以测试它的商业价值 并且放宽税收规定 提供更多诱因 鼓励私人投资 同时 我们也建议 加强该计划申请者的 创业教育和培训 鼓励大学和科学员 及数码港联手 为大学科技初创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基金会乐建政府 在今年初宣布 撥出未来基金的10% 大约220亿 成立香港增长组合 以投资与香港关联的项目 为了更好地帮助本地大学的 新科技成立衍生公司 以充分释放基础研究优势 基金会建议政府 担任有限合伙人 从香港增长组合提供部分资金 邀请第三方投资机构 以普通合伙人的角色 代表政府管理这笔资金 参考英国的IP Group模式 基金会建议 该项资金通过与本地大学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用于为本地大学衍生的 新科技初创公司 提供长期资本 配合香港的大学基础研究优势 以及政府聚焦的科创目标 早前 为推动香港的创科发展 我们乐建政府成立了 创新及科技督道委员会 以及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 而创新及科技局 亦都与委员会之间 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然而创科发展 并不能够与整体经济 及社会发展分割 因此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 应提出高层次 和全面的创科政策方案 制定更全面 和紧贴全球性的科学 及其相关工业发展的规划 令科创成为推动 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 参考美国和新加坡 我们建议政府 加设科学和发展办公室 由首席科学及发展总监 及拥有学术科研背景的专家领导 该办公室会密切留意 全球性的科学及其相关工业发展 并担任行政长官的科创顾问 为香港的整体科技发展方向 例如在全国的5G应用及推广上 提供具前瞻性的建议 藉此打造一个具创新性 及可持续性的科创生态系统 同时也在研发制作的分配上 提供策略及方向 最后 近年全球的科研基建 都出现迁移至市中心的趋势 可惜香港现时的科研基建位置 都偏离核心商业区 参考波士顿创新区的成功例子 我们建议政府 在九龙东建设世界级的创新区 九龙东基建连接优越 该区鄰近几所大学 和其他科研设施 能够产生协同效应 此外 政府已指定九龙东 作为香港研究发展智慧城市的试点 该区的规划 也已经全面展开 若果我们能够把握时机 配合政府的发展计划 将能够释放该区的无限潜力 在九龙东内 我们认为 九龙湾行动区 最适合建设创新区 建议预留三分一 到一半区内面积 作为科创发展用途 包括在该区 去确展科学园和数码港 庸立我们提议的大学技术转移联盟 和大型研究机构 预留一定办公空间 给从事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 和鼓励与创科有关的政府部门 进驻该区 以全面促进技术转移 本港大学的研究 据国际领先水平 而香港每年在大学研发领域的投入 过百亿计 占香港总研发开支的一半 比起其他欧洲发达国家更高 要令香港研发落地 造福社会大众 就要做好科研成果商品化这一环 虽然武式用于所有经济体的万能模式 但是香港在知识和技术转化方面 已经较为落后 需要制定更灵活和更进取的政策 以促进知识产权的有效流动 奋起直追 充分释放香港的科创发展活力 引领香港再次腾飞